清零計畫 當整個普篩的陽性率不到1%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已經沒有效了 所以我們要做以確診者為重心 然後做童心園 找出那些可能感染的人要來做篩檢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所有可以動用的健康服務中心的人力 要去做確診者的精準醫療 然後從這個精準者醫療 找出那些可能被感染的人 我幫你出計程車錢 我幫你出快篩的費用 但是你必須去快篩 我們要做這個檢查 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清零 所以為了讓台北市能夠盡速清零 我們才能夠思考說 三級管制是不是可以反重 不在心承諾 不可以把自己去做 骨頭的毛包 不然 太大了 不心承諾 不眠 不眠